对,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演讲都知道 我们有特定的主题 我要讲什么,完全靠大家来决定 所以如果已经扫到QR Code 还扫下QR Code之后 可以就开始提问题 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话 可以手中进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输入只有10 警号不用输入 不管是有哪一个方式 都可以进入同一个聊天室 当然如果没有带手机的话 就几率接近零了 也可以请旁边的朋友来帮忙提问 当然提问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是匿名的 所以是任何国体想到就可以问 因为举手发文难免要打个六七折 我们都知道 但是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因为反正匿名 大家都在话说 其实每个人知道是问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按赞 如果你也想要听 如果自学的话 就不用再重新打 如果自学四个字 你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的数量越多 它越会跑到这个萤幕的右下角去 那最新的问题呢 你看现在两个赞了 这个若和福杰 那如何最新的问题 它的这个赞的数量要七个 比较多的话呢 那它就会在 overtake这个如何自学 那最新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追问啊 等等的话 待会会跑到这个萤幕的右下角 那当然有的时候 就右下角就自己开始跟自己聊天了 那个属于就是正常能量释放 不用特别去管它 那但是那也很适合用来提临时动议好 然后有时候就会用来说冷气太冷了 冷气不够冷的 冷光太久了 外在练不到啊 什么之类的 等等的这些事情 对 那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嘛 对不对 中间不休息 对 那中间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顺序 如果两个小时结束的时候 还来不及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 那就先跟各位说抱歉 可能应该要早一点开始拉票 那但是呢 如果是就两个小时不到 问题就都已经被打完了 而且也没有人要拘受 也没有人要再追问的话 那我们就会提早结束 如果从来也没有提早结束过了 这一次大概也不会提早结束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目前就有八个问题了 就会大家由于提问 如果这不方便 或者不习惯打字的朋友的话 那也可以举手 那举手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传下麦克风 举手的优先顺序是 包括上面的优先顺序的 这样子时间跟空间结构应该都OK吗 都OK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那有11位朋友们想要询问说 如何自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这个不是两小时可以回答 可能可以开两天的セミナー 那对 我们把这个题目稍微修改一点 就是我如何自学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我自己其实是从小 大概就是有自学的习惯 因为我小时候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是上数学课 然后老师在上面说 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什么之类 我就举手 然后说那个是要看你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二进制的话就不等于二 那是等于一灵 那然后那个老师就觉得很困扰 因为就是班上其他小孩还在建立数感跟量感 我就要跟他们讲什么二进制的 那所以呢他就把我丢到图书馆去 你跑上数学课的时候 你去图书馆看书就好了 所以我想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的经验 就是数学课的时候就跑去图书馆看书 那后来就发现说很有意思 就是说因为当时好比想说 我如果是对不同的敬畏的制度啊 有兴趣啊等等 这个其实是可以把我带向 好比像说科幻小说等等 现在也可以带往一些人文 他们说易经也是二进制啊 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在图书馆里面 好像是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学习的这个路程 越野这个方向 所以从小也就养成了这样子的习惯 那后来当然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年过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 一所的国中 国中指定了一年多 也就是说每年都换一个学校 从来也没有做过书家 做演员不知道交给谁啊 那然后书家完了就换一所学校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好像不得不自己去决定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还记得说 我在中校学科展去国中 半年GNS的科展题目 叫做电脑哲学家 那我想要处理的这个题目 就是怎么样去教会电脑人的 这个推理的这个能力 从最简单的三段论法 然后到我当时再看 威根斯坦嘛 逻辑哲学论 世界图室啊等等 就现在叫做AI嘛 特论机器人等等这条红的 当时我就发现说 在网路上面有个网站 就是Archive ARXIV 现在这个网站还在 是Coronacci University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呢 就像Dcard 就很多人会破坏 没有分很多版嘛 对不对 那在Archive上面 也有分很多版 那只是说大家 PO的不是废文 而是论文 那这个论文呢 就是所谓的preprint 就是说还没有去 就是学术期刊 经过同传审查 以前的那个草稿版本 很多研究者就在上面PO文 然后分享 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那所以呢我就写email去 那当然不太可能 真的是就是共同研究啊 通常都是帮忙改一些错字啊 或者是说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等等 但因为对方也不知道 我才十四五岁嘛 而且就是也不知道说 我英文实在不怎么样 然后他很久的时间 长字典才写书 他就把我当作 另外一个研究员 那所以呢 这样子一来一往之后 我慢慢就发现说 这个上面的知识 比起我课本上的知识 好像领先了十年的这个时间 因为通常从一个学术的一个发现 然后到我们的教科书这边编辑到 然后到进入这个中小学的教程啊 这个差不多就是十年的时间 就是一次课纲制定的时间啊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当时跑去找我的校长 当时读了评校长在北深国中 然后呢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对话的email 印出来 然后告诉校长说 你看你告诉我说 我要念国中 我现在课长 拿到高中就告诉自得 然后接下来 你告诉我说要念大学啊 可能考译GRE啊 去研究所啊 才可以跟我心里的 喜欢的那样子的教授 一起去做研究 但我现在跳过了十年的时间 直接跟他一起做研究了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中间这段 我就可以跳过去这样子 那后来呢 我的校长就听了 我讲了这番话 他想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就说 你明天可以不要来上学了 那当时是没有什么 十年教育的这个法令的 事实上是 就是每天如果 就是不去上学的话 有一个强迫就学条例 是每天都会要罚钱的 所以呢 校长就瞒着读学 瞒着教育 事实上就是公务人员 登载不识啊 他就不断地去登载不识 等于给了我这样子一个空间 让我可以去大学旁边 让我可以去创业等等 那所以当然现在追溯期已经过了 不过我还是感谢那位校长 就是让我对于公务体系里面 创新 无限的心情 就是说 我想讲出一个道理 也就是一个交代 那大家就会很愿意去帮我创造出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说不定也可以给未来的人参考 所以在我之后的 我是第零代自学生 之后就开始有了实验教育 就开始可以团体啊 可以机构啊 可以个人啊 等等的方式来自学 所以在我中错之后呢 对我来讲 其实自学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挑一个 我感兴趣的题目 好像说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感兴趣的题目叫Swift Trust 为什么我们面对面要混熟了 才能够一起创作一些东西 但是在网路上 只要这个一个hashtag 当时还有一个hashtag 只要有一个关键字对了 我们一派起合 马上就可以开始彼此信任 甚至就是把对方 做最好的朋友一样子 虽然很能力 就是当时视讯科技都不是很发达 就是根本只有文字而已 为什么面对面难以信任人 但是在网路上隔着文字 反而非常容易信任人 这是当时我感兴趣的题目 可是当时并没有一个学员 研究这个资讯社会学材 刚刚出来 Castell's那三本书都还没有写完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接触 七八个不同的学们的知识 去旁听各种各样的课 凑合一起才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当然 这个是老生常谈 叫做文艺导向式学习 PBL 但是在当时呢 就是对我来讲 我只要找出这样子一个 我感兴趣问题 我就发现 全世界非常多人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就算只有万分之一个人感兴趣 在台湾也是 两千三百个人感兴趣 在全世界当然就更多了 所以在网路上面 串联起这个社群之后 我就是觉得说 我自己有贡献的部分就贡献 我没有办法 就是有贡献的部分 我就跟这个挫折相处一阵子 然后看别人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 他们又抛了什么论文 我就算只是帮他改错字 修reference 甚什么 我也都非常愿意做 这样子的话 一开始感觉像 这个学术社群 好像我是乱辱 我并没有这个先辈知识 我是拿别的 就是学们的这个知识 来试着诠释 但是在一起做 两三个专案的时候 也就开始了解 这个学们 做事情的一个方法 就好像 天上各种不同的星座 本来是 人类记忆星星的 这个方法 可是这个是 arbitrary 是完全是人为人定的 所以你找到 天空中的一个方向 然后你说 旁边的星星 加起来是一个星座 也没有人能够说你错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进行咨询 我第一个问题 通常会回答比较久 因为给大家 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输入提问 所以我们接下来 大概就会 回答稍微比较简短一点 有十九位朋友们 会说 如果在媒体 失序的情况之下 帮助民众 吸取正确的咨询 实际上这个 有点很简单的讲法 现在我在国际上 它叫做 humor over rumor 三亚 就是三个字都亚语 这个是非常好记得 那humor over rumor 在中文这边是 它叫做民营工程 民营必要 更图 等等 这个当然 现在大家都已经 非常的熟悉 如果要说这个 就是CCC 我们指挥重心 就是 除了阿庄部门之外 就是大家 最能够 有记忆点的 到底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 我们的总差 那我们每一次 就是在国际上面 就是总差露脸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记忆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大家来讲 就算是他看不太懂 总差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呢 总差讲的那个样子 所有人都记得 他比较说 就算你不认得汉字 这个看不太懂 这上面的汉字 但是你也了解到说 他是在讲 physical distancing 他是在讲说 人跟人之间 如果这个 在室内 没有办法保持 三只总差的距离 室外无法保持 两只总差的距离的话 你就必须戴上口罩 这个就算看不懂汉字 你也是看得懂 他还讲什么的 又或者像说 这个 就是 如果是 大喷嚏啊 或者是 这个 就是 张嘴啊 等等的时候 可能有飞沫穿染的时候 要记得 就是 就是 演起来 为什么要 预购这个口罩 口罩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那就是 让你 不要吓到 赤瘦瘦 可以 肥皂 勤吸收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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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卫福部的 一个叫做 开放政府联络人 这是我们的一个编制 我们在 每个部会里面 都有这样子一群人 他很像 国会联络人 是跟地方人也联络 那媒体联络人 当然就是跟 新闻媒体也联络 开放政府联络人 是跟 网路上面的 潮词 去跟 hashtag 去做联络 那一个 hashtag 就是一个主题标签 大家可能知道 hashtag 什么 这个 台湾 can't help 那每一个hashtag 出现的时候 他跟 国会联络人 最不一样的 就是他并没有 一个代言人 大家可能知道 之前有 那个hashtag Ice Bucket Challenge 就是冰痛挑战 大家要往自己身上 淋冰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当你自拍 但是又分享 另外三个人的时候 忽然就有意义 那对于监动人 就开始有所了解 但是 大概很少人记得说 Ice Bucket Challenge 第一个发起的 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事实上 他也没有办法代表 后面加入的 这个人 那同样的 hashtag这个 其实是一个新的发明 2007年 可是也没有人记得 是谁发明 其实我记得了 Christmasina 但是 就是Christmasina 后来也没有办法 去知道 大家怎么样去使用 hashtag 也就是说 他比如代表 后面使用者的 hashtag的人 任何人都可以 运用一个新的素材 去把这个hashtag 带到他所要讨论的 那个方向去 所以每次出现 这样一个新的 就是关于疫情的 相关的科学知识的时候 只要有一只 很可爱的柴犬 这只柴犬 就是我们 卫福部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家里面的一只狗 所以他住在 卫福部大楼的附近 每一次只要 去个中心 端出一个新的政策 他就只要 走路回家 看一个新的狗狗的照片 然后上传 这个比起 太迅速 还要付钱 给那个shutterstock来讲 他这个 就是只要换头钱 听起来是 比较魁而不费 这样子的一种 梗图的 制造方式 这个的概念 其实跟传染病学 是非常像的 所以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 觉得很好笑 第一个 你在脑里面 就对于这件事情 有记忆点 而且你会对这个之后的 不识讯息免疫 因为大部分的不识讯息 是想要 调动人脑里面 就是我们叫做 outrage 同仇敌开 的这样一个概念 通常你看到 同仇敌开的时候 会想要分享 因为分享表示说 这件事情 不公不一 大家要出征 我们这个汉女 竟然有一个新的词 叫出征 但是出征这个时候 就是本来这件事情 到底是这样 还是不是这样 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大家是一个 陷入一个 狂热的情绪里面 这位朋友 所问的媒体乱想 事实上 所谓媒体失序 大部分就是在 这个狂热的 出征的情绪里面 但是如果有看过 脑筋积传外的话 可能知道 乐乐跟怒怒 这两个 是没有办法 同时掌控控 那个控制台的 所以怒怒 是可以变成乐乐 就是你对什么东西 同时离开 但是你看到这个 然后一笑 笑了之后呢 这个怒怒情绪 它就有一个 宣泄的一个出口 然后之后 你就可以就事论事地 开始讨论 关于这个的 科学政策 就是1.5公尺 对呢 还是1.2公尺 对呢 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如果你已经 就是笑过 这件事情的话 你没有办法 再被调动出 愤怒的情绪 所以这个事实上 就是跟vaccination 跟打疫苗 是完全一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精神上面 出现一个抗体 那另外就是说 当然这个除了好笑之外呢 它还要有梗嘛 好比上说 严禁吃手时候 吓到吃手时候 这个就是梗的 这个一部分 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笑 所以大家就会去分享 那只要平均一个人 分享给超过一个人 他的儿子大有一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利害关系 就是都会看到 也就是说 它会自然的 我们现在是 说是病毒式的传播 就是会传播到 大家的这个身上 而且这个幽默 它并不是消费 任何特定的人 这并不是一个 就是有敌意的 恶意的攻击式的 这样子一种幽默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老少嫌疑的一个幽默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 哪样子的social mean 你去分享这个跟途的时候 也不会去 让别人觉得说 好像你在开一个 不当的玩笑 什么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 会传播的这个总裁 他这个路线 就是欢乐的这个路线 那这个欢乐 就是欢乐无法挡 就是首部的那个挡 就是欢乐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对 不是那个阻挡的 阻挡是 抵挡的 所以在欢乐无法挡的 这个原则底下 就是我会建议大家 就像那边弘弘所说的 不要恨媒体 自己当媒体 那要怎么自己当媒体呢 就是去找 有梗 有记忆点 传播率大于一的 这样子一些梗图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帮助民众 喜去正确的一个资讯 有11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我怎么看大学教育 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有说 我国中中措之后 就跑去创业 创业之后就发现说 我这个知识是相当不足的 我需要跑回去 去旁听一些课程 而且我就发现说 很多当时我的教授 因为就是 我没有要跟他要学分 没有要跟他要学位 我是想和他一起做研究 所以他反而愿意花时间 在我身上 因为我激发起他的教学热情 那所以说 当时就是像在正大 有一个做这个认知心理学 然后以及分析哲学 跟这个脑神经科学 谈网的一个教授 叫Tim Lane 蓝萍教授 那他甚至就是 每个礼拜留了 好像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是office hour 我就可以直接去找蓝萍教授 随便爱聊什么就聊什么 当时他还推荐书 给我看Consilience 什么好几本书 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Churchland的哲学 什么之类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让我有一种说 原来大学就是 大家在这样子一个 很自由的一个 讨论的过程里面 去把不是纯知识性的 而是比较思辨性的 就是人文的 比如说哲学 文学 等等这些社会学 这些事情 我不是只是在网络上面 查到资料 就好像可以操作 就可以懂了 而是必须要在各种 不同角度里面 去看不同立场的人 他经过讨论 凝聚出类似的 这样子一个价值来 那好像我也很高兴 知道说蓝萍教授 现在好像也是台湾人了 就是他有naturalize 就是有取得 我们民国的这个国籍 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对那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大学就是 去让大家都可以去接触到 从不同的立场 去看同样的事情 然后凝聚出类似的 这个知识的 追求知识的 这个价值的一个场域 那我跟大学是对感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无所求于大学 那所以就是 如果我的研究兴趣 跟教授的研究兴趣一样 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些研究 一起来做一些分享 那我也从满庭教授 还有另外一位张定谷教授等等 身上学到说 那我如果也有 类似的office hour的话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所以现在我也是 就是各位付我纳税钱 然后让我来 开office hour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的办公室 就是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办公室 在这个仍然读三段就是这个 那它叫做 重新实验中心 它在本来的空军总部里面 但是呢 我们就是 就是罗大悦不是有一首歌 叫做陆港小镇吗 说他们 就是挖走了家乡的萌砖 这个气象的悬疑墙 我们在空总 刚好是相反 就是我们挖走了悬疑墙 然后气象的萌砖 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萌砖 这个公公艺术 那然后呢 那个墙因为拆掉 它变成一个公园 所以任何人呢 都可以来散步 然后呢 直接来找我们 这个很漂亮的足球场 以及上面很多的公公艺术 都是由写汉人之心 会联络到的写汉人朋友们 所创作出来的 因为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 好像是树里落寂 这个抽象的世界 那他们看的时候 就好像范围在看世界一样 画出来就让人进入 一个非常地创造力 这样子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在这边 就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呢 就跟我聊天 如果有预约的话 聊个四十分钟 那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早上直接过来 那也可以聊个十四分钟左右 那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唯一的对价 不是钱啦 各位已经大过学了 唯一的对价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讨论内容 必须要透过 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透过我的 主资稿的频道 两个选一个 必须公开给所有人看到 这样有好处 就是当有人来lobby的时候 他一发现说 这个全部都会公开 他所有来lobby的这个论点 都是基于公共的利益 永续的发展 社会的反馈 绝对不会 去做一些比较自私的 那样子的一种论点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从大学里面学到的事情 是任何机构 只要愿意有像这种office 共同创作 共同发表 以发表为原则 而不是黑箱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也可以 是一种大学式的一些机构 像是我们有实验大学的 这个法律了 我听说有很多 像这样子的博物馆 文化装置的这个空间 等等 也想要变成实验大学 他就专门去发 这方面的就是硕士 或者学士的这个学程 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对大学的想象 真的是可以做到 就是跨文化 跨科系 跟跨年龄层 那有追问 通常我就是会快速的回答一下追问 在家自学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都自己去决定 无聊了怎么办 无聊的话你就出门 这就是自学是自己决定学习方向 你无聊 当然就去旁边的社群 去找旁边的大学 旁边的广播创作空间 等等 那就不会无聊 因为你就可以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样子的题目 有时一个朋友问说 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怎么样 非常好的问题 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 是一个叫做苏格拉提士的 叫做产博法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灌输给我一个观念 就是永远不要被任何人灌输 任何观念 那所以 包含他自己在内 所以 所以我每次就是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要争取什么都可以 就包含我说 不要再去念国中了 都可以 但是呢 他会对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会去 就是做reality check 就是我的这个问题 可能对我自己很有说服力 但是对外面的人来讲 不一定有说服力 他就会做苏格拉提在 那个对话录里面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说 你刚刚才讲这个 但是你现在说这个 这两个 感觉上好像是在某个条件底下才成立 那这个条件如果不成立的话 会怎么样呢 等等 但是要不断不断地去问这样子的问题 我就会发现说 原来在世界上 并没有什么 真正的就是在我脑里是真的 对方就一定认为是真的 的那种断言 那所以在 但是如果有的话 就是所谓的priority 如果是鲜艳的话 那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所以只要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说 就不一定是恒长的这样一个道理 我真的必须要先听 对方的目前的状况 我们才能一起讨论出一个共同 就是认识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epistemology 就是认识论 它是社会性的 但这件事情是我父亲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从我非常小的时候 就透过对话的方式 就不断来挑战 我觉得是真的事情 然后直到我能够对于任何的议题 都可以从两面 或者更多面 就是来进行讨论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 那我母亲呢 因为她是非常擅长 这个文字工作 她自己所感受到的任何东西 她可以一瞬之间 就化为文字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让大家都有所理解 也就是说 不是说好像个案 就是我自己 就是有一个碰到的事情 有一个情绪 有什么之类 而且它可以马上 这个退止结论 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大家看了之后 心有所感 好像也自己学到了一些这个事情 那这个叫做mentalization 就是心智化的一个能力 就是在脑里面 把难以言语的这些感受 可能在几秒之内 就转换成语言跟文字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私人的 而这个部分有公共性 所以他又告诉我说 这个公共性跟这个私人的变解 是自己设定的 你一旦想清楚 把它分享出去之后 对整个社会就有帮助 那我觉得这个的影响 我相当深远的这样子一个影响 那有十万可能问说 要如何自学英语 那这个听起来 好像是就是阿滴 他们比较识的 他的一个问题 我不是英语教学专业 那我自己学英语的方式 是一个叫做魔法风云会 Magic Gathering的一个纸牌游戏 现在好像还有人在 在打 它是就是最早的一个机会 是纸牌游戏 那这个纸牌游戏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我当时开始接触它的时候 可能是四五岁的时候 它还没有中文翻译 所以我如果要组一个套牌的话 我就是要用英文 就是我要想办法学会 那但因为它里面的每一张牌 都有附图 而且也有附它的实际的用法 维典斯坦说意义级用法 那所以说我就每一个英文字 在我脑里面都对应到 它在游戏里面的一个不同的机制 而又因为说 它不断地要出新的牌 因为它的人家生意 就是把一个差不多类似的事情 不断换新的名字出 所以我的英文的词汇量 就每三个月 他们只要出一个系列 我的英文的词汇量 就多一些 它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counter spell 就是反极咒语的 这样子一个就是能力 它就可以去换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 所以我最一开始的英文单字 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字 什么annulation dissipate abayance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GRE等级的单字 那个变成是我的native vocabulary 因为我如果不学这些 我没有办法玩那个制牌游戏 所以就是我想寓教娱乐 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我学会了这些词汇之后 我就可以参与一个全世界 在网络上面来聊天室 一起讨论 怎么组套牌 怎么打套牌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社群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才有动力去学习嘛 如果不是这些字对我有意义 对游戏有意义 对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 有意义的话 那我也不会有那个动力去 就是一路就是到这个 那个日本去比赛什么亚太啊 拿了千八强去西亚都打世界杯啊 什么之类之类啊 所以就是说后来它又变成一个电子游戏嘛 它有电子版 所以我又变成电竞拳手啊 那但是这都算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那所以就是说找到一个自己很有兴趣 而且有社会型的这样子一个游戏 在游戏里面学习 对我来讲是最有效的 那当然就是对大家不一定都是这样子 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好 那有十二朋友们想要问说 您对台湾的数位情况发现了什么看法呢 台湾的医疗 生医 科技 数位 保险等等不同 业势不同 专场领域的人才是不是能够打过 将界创建合作的共荣生态系 当然是可以啊 这个非常非常容易 我想现在就是因为BioBTC这个最近 我今天才刚看了BioBTC那个影片 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那个影片大概就是在说 当我们在人才学习的时候 我们以前说产学合作 都是说某一个特定的领域的这样子一个应用者 然后跟我们这边在做研究啊 教育的这个朋友 一起来解一个困难的题目 那这边有所学习 这边有所应用 这个非常好 那但是呢 现在我就学到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产产学吧 那产产学就是说 一方面这边是数位的这个科技的一个相关的应用者 那这边呢 可能是生意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 那这两个呢 平常呢 不一定那么容易结合在一起 但是它借由这个跨领域学习 就是现在叫做斜杠啊 不过以后我想大家都是斜杠的 所以可能只有专门研究的才会叫单杠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斜杠的这个新的文化里面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本来就是像我刚刚讲 自己在创造自己的星座 所以反而这个学习者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跟另外一个产业中间的这样子一个连接者 所以我觉得产产学这个概念非常的好 而且它并没有就是因为产产学 前两个字都是产 所以并没有哪一个排在前面的这个问题啊 那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看到说如果是数位健康的这个Umbrella 这一把大伞 它确实是可以把就是比较后面的就是比较像是医疗啊 这个部分 以及比较前面一点点的就是亚健康啊 照顾啊 社区啊等等 然后再往前的就是平常怎么样 是运动习惯 现在天气很热要多喝水 至少打个散吧 等等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放在这样子一个就是大的架构底下 那我们就看到有很多 我刚刚讲就是游戏化的这些商机就开始出现 那游戏化当然不是只有积换式卡片游戏嘛 最近大家可能就比较常玩的 大概都是手游了 已经不是这个桌游了 虽然我自己比较喜欢桌游 但是anime就是在那个手游上面 特别像说Pokemon Go 这个已经流行了好一阵子了 Pokemon Go的这个原理呢 就可以去拿来去做促进大家健康的事情 那就是让大家多运动 这个是Pokemon Go本身就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还可以去多欣赏公共的装置艺术 或者如果你在台北市的话 至少欣赏一下台电的编点乡 那但是呢 像我们每年的总统Mandaker Song 那今年的五个团队之一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或Facebook的话 可能会看到环保署的一个小编嘛 他有用了一个梗 我们刚刚不是说记忆点跟传播力吗 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非常记忆点 而且非常有传播力的这样子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觉得蛮好 对 我们只是卷动一下 刚才出现了1.2秒就很多人笑了嘛 所以表示说这个真的蛮有梗 对 这个是糖凤 这个是糖凤茶 这个是糖凤茶 所以这个团队叫做凤茶 凤茶他所做的事情其实蛮简单的 他就是去告诉大家说 你要进行一个类似Pokemon Go的大地游戏 而这个大地游戏的进行方式 就是你拿一个能够装水的容器 然后呢在一个饮水点到另外一个饮水点 中间你如果有喝就算只是喝几口 那你只要去另外一个饮水点把你的这个容器装满 那这样就可以打卡 打卡就可以换金币 那金币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去解锁各种各样的任务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合作的这些特色商家 然后再去喝他们的这个特色的饮料 而且每个饮水点的环保室不但提供这个水质的这个开放资料 而且呢底下就会变成留言板 说你吃饮水这些水喝起来比较甜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上面就是大家都有非常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这样子 分享的一个习惯 那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融合文化传统 本来就有一个风茶的这个文化传统 就是placemaking嘛 就是社区的营造 现在叫做地方的创生 那就是把商业力量带进来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把环保署就是本来就有这个开放资料 本来就有饮水机的这个点位啊 品质检测啊 所有这些东西 把它活化 因为其实本来环保署已经开放这个很久 没有几个人知道 那现在因为这个游戏的关系 大家只要下载 然后就可以同时养成运动跟去装水的这个习惯 它从头到尾都没有 你如果下载这个app的话 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否定 说你用宝特瓶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会用水果的人就是会用 会买宝特瓶的人就是会买宝特瓶 这个是这个习惯 是今年来月的 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改变 其实大部分我们在健康这个产业 你要有人改变习惯 要持续以恒 你要让它持续大概两个月左右 做一件新的事情 它才会进入一个新的这个习惯里面 那这两个月里面 确实真的只有社会化的游戏化 才能够让人持续以恒的去做两个月 所以它完全不是去做 这个是为了减缩 虽然它明明就是为了减缩 而是说它就是要你玩大地游戏 玩个两个月 这个水果其实只是玩大地游戏的道具而已 那不知不觉之间 你就改变你的行为 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 也让地球变得更好 那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些新的方式 这个算不算ICT呢 这个确实是ICT 但是重点并不是这个ICT技术 而且这个ICT它回过头来 不但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常规 就是减缩环抱 而且也shape我们的社会常规 就是让这个社会常规 变得大家更愿意提醒一次说 那你要用水壶去装睡等等 所以像这样子有梗的 从社会部门带动工部门跟私部门的合作 那这个也是类似产产学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未来非常有 就是机会的一种合作的一种方法 有时会有可能问说 没有学历啊 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 明天试着当政务委员呢 好 那如何克服用人为文凭的这个困境 这是一个HR的问题 确实就是 我在当政务委员之前 上一份工作 是在十二里国教科法会 担任这个科法委员 那科学法委员 大家都知道说 新科刚刚去年上路了嘛 那我们是从所谓的知识 导向这个教育 变成是所谓的素养导向的教育 因为知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输到用识随便找 现在大家都是直接上 然后往路上就可以找到知识了 那就是去背那个知识的意义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那但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终身学习 世信阳采 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性格 然后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自己选的那个方向去创造的话 那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你的同学 每个都是跑别的方向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向 每个人都是那个跑道上面的第一名 那这个就是新科刚跟旧科刚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这样子的差别呢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用你的学习的领程 去取代以以前的证书来证明的那个学历 如果有玩过线上游戏的话 就知道说在以前古老的时候 就是我小的时候玩的那些RPG 那些角色扮演游戏等等 它通常呢都是就是只有一个这个XP 就是经验值嘛 那你累积到某个点数你就升级嘛 然后再升级再升级再升级 就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个人电脑这个计算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线性的那样子一个系统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线上游戏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有一个技能数 技能数还可以自定 你还可以转值 转值后还可以二转 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学习历程的中间 那一科技能数 那他可能18岁 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 他也不是去大学 不是线性的 他是就直接投入这个社会进行创造 那就像我一样 这个创业一个两年之后 发现说我真的需要一些学书训练 那我再回大学来 回大学来之后呢 我是带着问题意识过来 所以过了一两年 我勾了一些技能数之后 我就拿去应用 不管是透过像USR 对于社区去进行应用 或者透过Ustart去用创业进行应用 等等都可以嘛 那应用之后 我又发现说 我需要更多的别的方面的知识 像管理学的知识 国际贸易的知识 等等 我又回到学校 所以就说以后 就是会像这个技能数一样 是一个zigzag 就是一个人一生之中 会好几次去跟这个学校 和学习发生关系 而这个学校 在看到底谁要进来的时候 也会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curator 就是一个策展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已经有 大概50%左右的这个才能 不是看你就是成绩怎么样 而是看你的学习历程里面 刷新手村那个升等的做法 那就是我去户外爬山去了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话 鲁木舟换到的补习班 不过很快就没有了 我猜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重点就不是你的学历 因为你们已经没有办法 有个线性的数字来代表学历了 没有办法有个线性的institution的名字 来代表学历 每一个人的学历都会被训习历程 慢慢地所取代 那这个时候 每一个社会生存的方式 就是看你的作品机 看你参加过哪些创作 适应你的创作 而不是你以前的这个分数 来作为在这个社会上面 跟社会上其他人 怎么做的大观的这个方式 那要怎么克服 用人为文凭的这个困境呢 最简单的 如果你是HR部门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 好像外国人才 要变成Also Taiwanese 就是夜取得我们这边国际 他不用放弃他本来的等等这个方法里面 确实本来 好像拘留证 永久拘留 工作签证等等 里面本来都有学历 那但是我们现在就 一个一个都把它 从学历 变成学历 或相当于这个学历的 取得的年纪的 那么多年的工作的经验 相关领域工作经验 而甚至在我们学会受语法里面 也有说 如果你是在大学的阶段 然后刚刚讲的出去 花两年去进行一个创作 去进行一个社会设计 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等等 在你的大学 如果他愿意的话 这个东西可以才认成 一个硕士学位 就是相当于你两年做的一件事情 变成一个硕士学位 现在这个法律的空间都有了 所以从最这边实验教育 到这边教育实验 就是体制里面 现在已经是一个 共融交叉成人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这个维闻民困境 不是非常的乐观 就是应该就是在 就是假设我们顺利的明年 去把18岁成年的这个东西 就是推进的话 因为目前就是让小孩 高中之后无法投入社会 最大的困难就是家长说 你无论如何去念个大学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问家长 为什么家长也讲不出来 为什么感觉就是 应该要先念个大学 对 但是这个是因为小孩 还就是需要他们签字 那如果接下来18岁成年 就不需要他们签字了 小孩自己想出社会就出社会了 那所以这一切都是 就是我们的阳谋 那所以如果明年 就是很成功的18岁成年的话 那我想这个 就是唯一文凭的这个困境 我们应该有指望 在未来五年左右 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代朋友们想要问说 当中的如果训练 讲话速度很快 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表达 就是咬字要怎么清楚 那大家都知道说 我是听饶舍歌 就是听饶舍 确实这个 我可能受到欧代的影响 蛮难深的 小时候听它那个现象其实二变 那个基本上就是中文的饶舍 那这样当然就是 像就是最近的 就是有那个Hamilton 那个舞台剧 Disney Plus 把它又变成电影 那所以我就又重新再练 这个Hamilton里面的饶舍 那就是饶舍 不管是武汉还有那种的 或者Hamilton 就是LeMondon Miranda那种的 大概就有一个特色吧 就是说 它是想要把很多 很多的资讯量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表达出来 它并不是为了压运而压运 它每个字都还是充满了意义嘛 那但是呢 因为它是有一个连贯的意义 所以你要记住它 也不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好像听起来 我没有再换起 但是我就在逗号的地方换起 就是意义单元 跟意义单元 中间换起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饶舍啊 我觉得对于这样子 亲手的表达是 非常有忙碌的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别人饶舍 可能能到 一分钟三百字以上 那 有11位朋友问说 对于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 期间反而去 什么样的看法 除了线上远端之外 你觉得还有 怎么样子的 新创的事业 或者契机会出现吗 谢谢 我对这个趋势啊 我觉得线上远端 其实不是只有线上远端 疫情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说 很多的近端 可以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共同在场的 一个空间 这个不是说 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当然现在有一些国家 还是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但是就是在疫情 稍微已经和缓一点的地方 不是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而是说 大家在通通比较良好的空间里面 好像说这里 我们在这里 就是你中间 就是后面 我看到一排桌子 跟椅子 现在看不太清楚 也有那个架子挡住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 共同工作的桌子 跟椅子中间 都有用一条胶带贴上 然后说这是刚好一公尺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去办机会 因为这个算开放空间 它是通风的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防疫指引里面 你可以大家都在这个 就是算是户外空间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彼此做 刚好就是有一公尺的距离 也没有更多 就刚刚好一公尺的距离 大家都能戴口罩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视讯直播的方式 把很多个这样子的空间 联系成同一个空间 联系成同一个空间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见面三分勤嘛 那戴着口罩可能就是打点折扣啊 可能剩两分勤 那所以就是我们在 就是很多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去这些不太方便来台北 找我的这些朋友 因为我一开始礼拜三这个office hour 到现在大概两年多三年啊 我在一开始开张的时候 大概不到一个月 我就发现来找我的人 如果不是住在就是双倍 那就是住在高铁站附近 那也就是说 对他们来讲 这个时间成本是值得的嘛 他最多花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来到这边 然后换取我四十分钟的时间 他觉得物有所值 那但是呢 如果是在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离岛啊 像金门啊 那或者是说就是花东啊 那或者是内地也就是南投啊 等等的这些地方 就是他要到台北 是比较比较困难的嘛 他时间成本比较高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出 一个叫做社会创新巡回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我会特别去找一个高铁站员的地方 然后就跑去那边 有时候会住一两天 先搞清楚就是那边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是什么 然后呢 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他们来讲 其实就是 就一个town hall 就是去实际上面 来讨论 他们最近碰到这些议题 那边上原住民族的朋友 他们可能关心 劳动合作社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有好几次的社会创新的巡回 都是在处理劳动合作社 到底他算不算是一种事业 算不算营业 算不算商业 这个健保的这个补充技术 大家怎么做 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这个我如果不去当地啊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看这些抽象的字的话 我不会知道 他后面的那些故事是什么 那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连线的时候呢 就是有五个这样子的会场 然后全部都拼在一起 变成一个好像很大的 这样子一个会场 但是呢 大家都可以在一个 就是反正你隔着一幕也打不到人 这样子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里面 就是确认12个部会的相关的 科长以上的这些人员 去实际听到当地的朋友 那他们就不会说 这个这件事情内政部 我不能自己做决定 我要寒转回腹部 我会不会说 我要寒转经济部 每一次寒转 就是那个压缩率 就是大家如果有试过 那个JPEN的压缩 就是每一次重新压缩的时候 就会又掉掉一些细节 那所以这个国家的频宽 就是在每一次的寒转里面 最后的那个承办人 他会觉得他解决了问题 他说不定真的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但他创造了很多别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让12个部会 在同一个开放的空间 去听 去看 而且是安全的方式 去看 就是大家在当地 有什么 我们在中央 制定的政策 反而造成大家的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 我们叫做co-presence 就是共同在场 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是 比所谓的远端 要来的重要很多 那当然我们这个巡回 以前就是在全台湾 这边跑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现在 本来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朝九晚五 但是现在是朝七晚七 有的时候比七还要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七点到九点 就是都被北美洲跟南美洲的朋友们征收去了 那每天的傍晚五点到七点 大概都是被非洲跟欧洲的朋友们征收去了 也就是说我一天中间这八个小时 是跟台湾这边在做我平常应该做的 这个公共服务的工作 那但是呢 前面跟后面呢 完全就是外交部征用去了 那所以他们呢 就是去确保说 我就是像这样子的社交巡回 像我记得我们在WNHA的前几天嘛 就在卫福部的那个大会议室里面 一次跟十四国的这个资深的卫生官员 包含之前有来台湾的那个 assarma secretary 他这个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不但发现说 这是资深官员第一次 愿意用视讯的方式 以前我们用视讯的方式去办会议 大概都是比较年轻的官员来 因为资深的官员 他并不是不会用这个科技 而是他二十年前用过这个科技 当时经验很差 所以他不是很相信视讯 那但是现在他们重新回来用 就发现说 现在视讯跟二十年前真的不一样 就是他不用特别安装 什么不用特别硬体设备 他连上一个网页 直接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事实上面对面还要清楚 也不用戴口罩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这十四国的官员 大家有一种亲密管干 就是你会看到 人家家里的那个字画 哇什么东西 有时候会听到 就是他小孩说 这个你怎么还没有开完会 什么之类啊 会忘记关掉禁令 什么之类 所以这就有一点像是在巡回 那像这个在 就是这个礼拜吧 就是才就是 应该是在跟拉丁美洲的朋友 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就是台湾 美国 日本跟瓜地马拉 一起去帮拉丁美洲的朋友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巡回 那我们也实际地看到 拉丁美洲那边 目前的状况 等等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我们把这样子一种 社团巡回 cold crisis的这个情况 变成一个在全世界 大家就聚在 同样一个虚拟的世界 虚拟的房间里面 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会忘记到 这样子的经验 而未来再解决其他的 去求新问题 好比像说 气候变钱 或者是说家训其对民族的危害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种资深观念 也很愿意在这样面对面的方式 然后去跟彼此之间互相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新创事业 或者契机的意思 就是说 以前就是我们说要走出去 这个要参加商战 什么之类的 但现在是反过来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只要有个compelling 就是大家很愿意来听的这个题目的话 大家很愿意加入我们的线上空间 然后不断地在这个现场空间里面 我们也没有分什么 会人跟观察人 大家都是一个小框框 在视讯上根本没有办法区分作词 所以就是说 在外交上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彼此 一下子就连接到世界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在这个现场的 新创的事业跟契机 其实就是 你把你解决问题 这个能力解决的方法 去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的时候 并不是让大家实际去说 那你就照样的copy 而是像我们总统的黑客送那个CirclePlus 凤查是做水的题目 在此之前 也有那个水盒子 是做这个水质感测的这个题目 有点像空气盒子这样 再往前 也有这个台湾自带水公司 做的是用AI去侦测水管漏水 等等这些题目 那因为气候变迁 所以缺水啊 水资源管理啊等等 这个是非常红的一个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题目 包含海 就是海洋废气屋啊等等 那所以每一次中统的黑客送 有这样的新创出现的时候 是这个idea 不一定是这个产品 被其他国家朋友们向中 那向中之后呢 大家就是透过视频 这样的co-president 开个会等等 这个声音就直接弹出来了 所以就是具体建议 就是用永续发展目标 来定义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到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上面登记 然后呢 透过像我们的亚太社窗的座奖啊 总统的黑客送等等的方式 就可以非常具体的去跟国际上面 正在解决类似问题的朋友 来就是面对一起 然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追问啊 追问 说为什么我如此热爱解决社会问题啊 非常好的一个追问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对我来讲 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呢 大家透过slider去投票的时候 让我学习到非常多 就是现在大家焦点在什么上面 就好像是大家有非常多不同的立场等等 但当大家聚焦在一个共同问题的时候 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学到的是特别多的 如果这个问题是很冷的 很效忠的什么之类的话 那其实就是就算你在 就是网络上面八卦版啊 什么就是po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大概也没有什么人理你 那但是当这个是一个 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对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厉害关系的时候 那你po一个问题 立刻就可能跳出来 给一个错的答案 或者是从他的角度看来 正确的别人角度看起来很奇怪的答案 那然后呢 底下就会开始出现各种专业的人 来说啊 没有错的答案是不对的 真的答案才对等等 就会开始有非常多热闹的讨论 而当你就是能够保持一种 选美一边站得太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理解 那因为对我来讲 有兴趣的是对问题的完整的理解 跟问题长期的这种相处 而不是说急剑跳到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问题的社会性越大 我能够学习的东西就越广阔 那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兴趣嘛 那有时居然朋友们问说 面对开放兽瘦肉精啊 是错误的政策 但是又必须去执行的政府 我怎么看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一个错误的政策 然后他又必须去执行的时候 那通常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上街抗议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啊 那上街抗议呢 这个当然是有学问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除了投票之外的这个参与的方法 从上街抗议 这个抗议本身并不是重点 而且在抗议的时候把人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可以做什么呢 可能通往这次网络参与平台去提案 那提案的时候呢 至少部位就必须要来对齐 你这个焦点 给予这个具体的 就是乱党来碰一碰碰一 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这个回答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公投平台发起联署啊 发起联署之后呢 那就可以发起公投啊 公投的话 至少接下来两年 那他对立法院是有居属力的 对立法院的居属力 也就是对行政院有居居属力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所谓民国嘛 就是有直接民权特色的共和国 也就是说共和的这部分 代理制的这个部分 你若不满意的话 你随时可以用直接民权的这部分 去把它盖掉啊 那所以只是说 当然这个组织 它本身也是一个学问 常常我们讲科技的时候 想要是自然科学 跟可能这个工业啊 数位啊 这些应用的这些技术嘛 但是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啊 这个社会组织的技术 也是技术啊 社会创新也是创新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得出 一些社会创新的方式 不管是从最最软的部分 就是说 这个怎么样子 及时的去标识 好比上说像那个 透明足迹这个计划 他们有个叫做扫了再买 可能有朋友有听过 就是我们在超市 常常不是结账的时候 他要扫一个barcode嘛 就是那个唱评的条码嘛 那但是呢 他们也是这一次 总统被黑客送了五个 创新团队之一啊 五个卓越团队之一 其实不只是奉茶 扫了再买也是 扫了再买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你扫了这个barcode 它不是显示价格给你 它是显示 这样子一块 还有什么饼干 它的这个制造厂 之前被环保署采访 以及如果它是在农地上面 那被要求 一定要做限期改善 等等的这些记录 也就是说 你会看到 这本饼干 它的这个社会上面 社会因为产生这个饼干 而损失了多少环境 或者社会 这个外部性 所以这也可以看成 几个加码 只是前面有个富豪啦 那就是说 它造成了社会 跟环境多少的负担 才产生这一瓶饼干 这一罐饼干 在你的这个面前 那你当然 扫了之后 这个 这个案件 没有办法阻止你去买嘛 但是至少你去买的时候 你已经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 你知道它是在产生 这个不离社会 外部性的情况下 还做出这样子的购买 那你如果在扫了之后 发现说 它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甚至 它透过像我们现在 就是企业治理 如果是上市会公司 它必须要提出 它的永续发展的 相关的一个报告 那就算是中小企业 也有一些朋友 已经超前部署 就是它虽然还没有上市上会 但是也去做出 就是它的社会的 这个投资保守率 然后它对环境的 这个公益报告等等 没记得 也可以在扫了三脉里面 就是去看到 去联系的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个外部成本 是可以内部化的 你就是透过 像APP的这个扫码 就可以去做到 那这个是最软性的 一个做法 就是每一次 当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都可以知道说 是这个政策的结果 还是不是这个政策的结果 那在这个软性的做法 当然在这边 就是除了去鼓励之外 那当然在最这边 就是去抵制 就是从鼓励到抵制中间 我觉得中间 有非常多数位格级 可以应用的部分 那我猜这个会是 明年总统会 列克松的一个 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 那有时我朋友们问说 你看唐委员 还有什么想做到 但是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想做 但是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把各位的问题 回答完 但是呢 就是 这是可能 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因为我发现 这个我剩一小时 但是还有41个问题 所以这个 就是我想做的 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这个就是 大概事实如此 所以就是目前 我的focus大概是这样 就是因为朋友们想要知道 我一天的作息的一个规划 我目前就像刚刚讲的 是一个早期晚期的这样子一个 12小时的工作的一个生活 但是呢 我每天有一定要睡满 8个小时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意思就是说 我最晚最晚饭也11点 通常 就是晚上10点多 就必须去睡了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也下班 然后走 我是走路上下班了 那所以还要就是留 就是本来是 其实10分钟 12分钟 就可以从我住的 大安森林公园 走到 然后算是9号 就是摄窗中心 但是就是因为疫情之后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比较红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走路上的时间 都要抓到20分钟 都要抓到25分钟 对 因为中间就是 一直有人要合照啊 鉴柄啊 或者是 对对 我们的政策有种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啊 什么之类 所以我现在都就是通勤时间了 因为这样的关系 每天又增加半小时左右 对 那好 那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你这样算一算 我们7点钟下班 收拾一下7点半 走个半小时 回去大概就8点了 那8点呢 就是 大概就是 看一下 网路呢 我的兴趣的 都知道 是所谓的拥抱小白嘛 就是说去看 网路上面有哪些 这个提到我呢 我可以有一些具体贡献 那他可能的发言 可能比较直接 比较白目 甚至比较攻击 等等 那但是就是我的兴趣 就是说去 就是论师的 把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 恢复掉 让大家看到说 就是只有有建设性的部分 才召喚得到唐凤 才能够去增幅啊 等等 那这一部分 每天也要花个 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不过最近因为 开始玩instagram 所以已经花到半小时 的这个时间 因为他去想 现实动态怎么发 对 那所以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那剩下的时间 就差不多拿来吃饭 所以一天目前的作息 是非常regular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息了 那有 就有可能问说 这个教育啊 以及政府的体制落后 要如何去改革啊 我很喜欢一个叫做 Buck Mr. Fuller 的一个人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体制 它很糟糕的话 你不要花时间去对抗它 而且说你要花你的时间 去创造一个新的体制 然后呢 make the old one feel obsolete 就是让大家觉得 旧的这个已经落伍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它等于是化悲愤为力量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说把脑里的这个怒怒啊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朋友 只要觉得我们的做法不对 或者不好 包括在便利商店里面 全家不知道 你才刚去Seven买了口罩 那当然OK也不知道 你才刚去Liar's买了口罩 因为我们现在跟他们都合作 四个也都要提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就发现说 那民间的朋友 做出了恒罩地图 大家可以自己回报 这个做法显然比我们的做法好 那所以我就马上在这边 就说你请你来 我们请你来 那我们给你一个 就是真正的政府的一个网语 那这个网语就是MustinPetus 那这个网语呢 就变成你新年来的一个中心 因为除了就是一开始的 这些比较地图形式的之外 还有就是给可能 就是眼睛比较不方便的朋友 比较表格形态的 那或者是这个是 应该高昂安委员 有拿来质讯过 我们陈时中指挥官的 就是你可以一次的去看 每一个 我没有让他加 他好一点 对不起 不小心按错 OK 对 移到我的位置 直接留下地图 对 因为他这个是 不是只是看一家一家的药局 像本来的那两个地图一样 他是可以一次去看到 每个地方的分布 是不是均匀 那所以每个在县市上面 看起来当时是均匀的 但是呢 同样是屏东 当时如果你把它 skill到就是偏向的话呢 就会发现 其实是不均匀的 那当时我还记得 就是陈指挥官 在那个就是 达询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 委员 教教我们啊 对 那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你心里来了 讲的比较客气 对 但是后来还真的 就是隔天 我们真的就调整 我们的演算法 那所以高委员 在他Facebook说 这个昨天咨询 这个今天就改善了 那所以 这个就是 co-creation 共创 任何人想说 我有个更好的做法 但你请你来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你看这片箱的 这个分布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所以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 共同的创造 在这个你请你来 当然你不行 还是得我来 对 这个过程的一面 我们就是不断地 去用新的系统 去取代掉 旧的系统里面 就是令人 诟病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 这个旧的系统 大家觉得不好用 不堪用等等 那你也不要花力气骂他 你就是做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更好用 那我们在 就是当时 还是每天 下面与地外开的 那个记者会 的一个特色嘛 就是说 我们的指挥官 会去增幅 所有的这些 新的社会创新 而且还会公开说 好比像说 像 就记得说 这个莱全玉老师嘛 之前有发表了一个说 你在电锅里面 不要加水嘛 你就可以破坏掉病毒 但是不太破坏掉 口罩的结构 可以用到三次 那瞬间能源 就口罩才能 可以加三倍 那但是这个东西呢 在实验数的角度来看 口罩是一次性 使用的东西啊 这个有点理性盼道 那所以一开始 并不是还愿意 帮他背书 那但是后来 他真的自己去做了实验 他讲的还真的是 真的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 他真的必须是 传统的那种大朗电锅 那这个不是会特定的 厂商背书 而是他有一个特色 是他没有排气孔 就是说 每次他这个手的时候 他应该会听 看完看完 那个蒸汽的那个声音 所以他的加温模式 非常好预测 就是他会加到110度 然后马上就掉下来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如果你反而有排气孔 有电磁波 有什么 你还会有一个 很精密的方法设定 才能够做到 传统的电锅 就可以做得到 那一个小朗模式 那这件事情呢 当然后来大家可能 也都还记得嘛 就是大家就被邀到 我们的计程会上面 去讲解这个方面的 这个原理 然后我们的指挥官 这个阿兽部长 就试着想要把这个 就是内国家 放到内国里面 然后失败了 然后可能没有用过电锅 那后来当然 就是诗教书专友 就帮他把内国放内国家上 因为如果不放内国家上 口罩会融掉的 对 那所以这件事情 就告诉我们说 确实你行你来 是改革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当时在体制外 去办这些实验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在体制里面 继续去冲撞 我们去证明给大家看 说素杨道向教育 资法互动共好等等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的学习 比较精彩 比较有效 学生比较学习 东西的方法 经过接近十年的 实验教育之后 确实12年国家课发会 现在这个就已经进入体制了 已经变成体制了 惯性教育 就是直接拿出一个新的做法 然后呢 旧的做法 大家也已经都同意说 确实现在四倍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十年之后的世界 到底还有哪些学们 哪些学们还没有被自动化 什么之类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终身学习 实行阳采 真的是不分实验教育 跟惯性 就是国民教育 大家都已经互相同意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就是刚才 把我们特夫罗所讲的 那个改革的方法 如果当时就是我们 不断地是冲撞这个 既有的体制 而不是去做实验教育 的话 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去做到素杨导向的 课程抗腰 有13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许多个政策 或者思想利益良好 但是执行面 没有办法立即配合 所以就会造成 职场上下的这个冲突 请问有什么看法 那会问这个问题的人 大概上下冲突 是在下的那一方 我还没有听过 哪个政务官问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承败人的话 那确实就是说 上面这个利益良好 但是你不太知道 这个完整的脉络 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说 别人也不知道 完整的脉络 你有很多很多的 利益关系人 但是这些利益关系人 每一个都有 这个不同的需求 所以你就是要进入 一个以一档代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是说 长官的需求 绝对是利益良好 但是真的 民众也不是很了解 这个需求到底 是哪里来的 明代呢 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公益团体 当然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其他你旁边的 行政机关 有的时候 你的物理距离越近 反正心理距离越远 就是说 步跟步之间 其实蛮容易协调的 但是组跟组之间 就未必如此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是 每个人的需求 都非常容易列出来 但是一一大半 说真的非常困难 也会造成 所有的执行绩效不加 而且你在 某一个人的需求 方向下执行绩效加的话 怎么另外一边的理看法 看来是一些执行绩效 不加 而且还倒退 因为是一个 就是互相牵扯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 通常我们所谓 协调的co-creation 就是对每一方 都问两个 很基本的问题 一个是说 好 那大家立场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 没有关系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 一个就好 一个共同的价值 话不说当时在处理 Uber进入台湾的时候 一个共同价值是什么 就是那个坐在后座的人的 意外保险 必须要确保 这个不管是 乌柜的司机 机缠者司机 随便谁 你在路上随便问谁 他们都觉得这个 拿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是从 那一个 然后慢慢慢慢展开 说政策应该要 随着时间慢慢调整 那税 拿保 等等 这些这个原理 就慢慢开始聚集起来 那当这些需求 能够被盘点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这个 就是所谓的 寻政治理 那这个就是我们 透过提点 就是光之双 路产业平台的 这个第一案 这一案好像也跟生意 有一点关系 那这个就是 当时就是 让癌症免疫细胞的修法的法案 在2015年12月底 送入一团圆 以及加速癌症性药的 这样子一个方法 那当然后后来就是出现了 原理实验管理办法 N4条款 什么等等等等 那这个就是 从这个 承办人的角度来看 它是非常借力实力的 就是说 这个提案人 其实他当时本身 已经是挨没了 这个提案承案 讨论完之后就走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 什么叫 医院 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去把厌害关系人 因为这些厌害关系人 其实就是某个人的医院 这个在就是我们社会里面 是蛮神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会特别去 全案承他 然后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不是这个承办人 要在这个中间去担任 中间那个绳子 中间被拉的那个角色 而是去把所有人 就是相关的这些事情 都能够互相去结合起来 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 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员的提醒里面 目前已经处理了七十几个 可能已经快要到一百个 到今年年底 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就是每次有什么神情案 就是好像说这个神猪 重量在祭祀 这样子的一个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结构性的一个案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做 厌害关系人的盘点 厌害关系人的盘点完之后呢 对于承判的人来讲 这个时候就是他先退一步 然后说 那有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彼此不认识 或者彼此认识 那些是冤家 就是说 就是最好不要见面的那种人 那等等 但是呢 没有人的脑里 有非常完整的厌害关系人的图 所以当每一个人 都有非常完整厌害关系人的图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才能够开始去看出 每个方面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怎么样 然后再慢慢地去 因人而已 去建立新任 去大开心房 去这个开始 开启对话 开启对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进入一个新制图 那如果大家 这个时间比较多的话 是可以扫这个QR Code 那因为我今天 不是专门来做 这个教育训练的 所以 就是 如果有看这个QR Code 的话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经过会检会 我们经过筹碑会 经过等等这些 这个利益良好的 这个政策 在每一个厌害关系人的心里 是怎么被转移的 以及这些转移的方式 虽然立场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有哪些价值 其实是共同的 那这些共同价值 又可以用什么创新的方式 去 特别像说 有些庙方 他会认为说 如果你要改变这个 祭祀的方式的话 那你要先取得 神明的同意 所以我们甚至还讨论 怎么取得神明的同意 等等 这个对他们是重要的 你要真的 他们的这个角度 来看事情 对 那等等的这种方法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确实就真的还蛮成功的 达成了一个沟通 就是甚至包含通灵的部分 我这样讲完全没有不尽的意思 对 那所以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图 把所有人对齐的话 承办人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知行不理 因为我做的事情 就是去确保说 每一个人的角度 都可以被其他人看到 看到之后 就算进度比较慢 但至少是往共同的目标 往共同的价值 一起去移动 那就不会有这个 在中间拔合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对这个 就是多元利害关系的人 感兴趣的话 那这个就欢迎参考 我们的开放政府的这个网站 就是我们 我们的就是 网站叫做PED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BIS 而且非常的双云国家 所以我还得切换 好 对 好 那所以如果在上面 就是按这个 就是PDIS 然后按开放政府的话 那就是有这一整套的教程 那这个也有 渗透到其他的这个 各级机关 那很多部会 自己也有开放政府 连络人在三级的业务机关里 台南市政府也有台南的 这个 开放政府连络人 目前还在出于南山公民的一个案子 等等 那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新的文化 闲缩的文化 那我觉得对于承办人来讲 他是真的可以降低风险 这个刚刚大家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降低风险 而且 盘体来讲 这个东西对承办人来讲 他自己的credit比较多 因为其他人看到他的时候 都是能够同理你的这个角色 在以前就是你要去 就是defend policy的时候 都是不能同理对方的角色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承办人的就是工作成就感 也会因为这样子增加 而不是说一天接 一百个愤怒的电话 对啊 第一百个都不知道 其实就可能已经骂过一样的事情了 这个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个职业拳戴的 所以就是要注重社会平址 有这个十二朋友们问说 想要知道我的政治光谱偏哪里 是不是无恋自由主义呢 无政府主义呢 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呢 等等 大家都知道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那conservative的意思就是说 去尊重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包含刚刚讲跟林杰哥 同样子的一个文化 那台湾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二十种以上的国家语言 每一种是一种不同的文化 那一个文化看起来是进步的 对于其他的文化看起来 很可能是破坏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每一种文化都能够去持守住 然后创造共同的价值 在台湾可能是民主的深化 可能是国际的参与 这个不管哪一个文化 他们都不会反对的 那像这样子的共同价值 能够凝聚出来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是 所谓的conservative 就是它持守住了 就是这个世代 可以传承到下个世代 不管是社会的文化 还是我们的自然环境 那anarchist的部分 就是不去下命令 也不去接受命令 就是说 如果我讲的有道理 能够说服你 或者是说 我分享这东西有梗 你愿意帮我传出去 那这样我非常地高兴 那但是如果你不愿意 或者说你反对的话 我也绝对不会说 你如果反对的话 那我就把你关到牢里面 什么之类的 事实上我们防疫成功 还有一部分 就是因为指挥官很少说 你如果不做什么事情 我就把你关起来 指挥官基本上不太这样子说 就算是在疫调 就是有一次疫调 有发生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一个职业工作者 他第一天疫调的时候 说他是都是宅在家里 很少接触到人 那他第二天才说 他是职业工作者 在酒店上班 他其实接触了不少人 那这个可能大家记得那个事件 那那个事件之后 当然这个智慧中心 当时我还记得 我们全球一个紧急的讨论 约会后的讨论 那当时其实 确实他是可以动用一个 就是比较强的程度的这个 就是 就是以刑法相威胁的 那都没有 他是解释了后面这个科学原理 说我们了解特定的营业场所 五屏啊 酒店啊 等等 你去那边的目的 是不是要破坏掉社交距离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跟防疫 确实是有所汗格 所以在没有办法维持住社交距离 以及没有办法落实实验制 去那边的人 也不一定会愿意实验制 那所以在这两个 没有办法维持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敦请大家 是不是就不要去 事实上这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面的行程处分 或者发信 但大家都开始开合 而且它开合还包含社会创新的成分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后来有一些 县市政府里面的一些营业者 就发明了 戴个帽子 然后有一个透明的隔板 所以你还是可以喝得到酒 但是就不会飞沫传染 那或者是说 它的实验制是写在纸上 然后呢 它是就是透过一个 简单的这个简讯 那或者是说 甚至你可以申请一个 这个一次性的email 那这个email呢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使用的 那然后过了这个 应该是四个星期之后 它就放到碎水机 碎掉 因为舍联制只是要联络到你 它不需要知道你的真名 等等 就是说 他们就发明了一些 可以维持防御距离 跟舍联制的 但是还是可以做 他们的专业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逐渐地 又恢复营业 变成国家队的意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在很多 尤其是旁边 就是亚洲的其他国家 但是这是难以想象的 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地下社会 地下社会怎么肯定成 防疫国家会的一对一员 但是这就是因为 我们是 就是在这个方面 不是去使用强制 或者命令的一个方式 来达成政策这个沟通 所以这个anarchism 对我来讲的意思 就是说是 民众的自愿而互相结合 而互相结合是为了 因为知道说这是有公共利益 那大家都知道后面这个功利 也就是说了解 这些基本的传染病学原理 我觉得是我们这次防疫成功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理解中的 Conservative Anarchist 有十一位问题 十二位朋友的问题 想要提到说 找到人生的兴趣很重要 那在台湾普遍现在有一个 通财教育的环境 年轻人到底应该要怎么自我定位 自我了解 以及找到自我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这个欢迎参与 就是不是天能 虽然看天能是不是有点用 对OK 就是欢迎看我跟这个 有一个叫做时间型YouTuber 叫做Hook的一个对谈 那这个对谈是青年鼠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就是把青年鼠 所有帮助大家 找到自己人生志趣的这个活动 都整理成叫做超墙青年主题战 这个墙是墙壁的墙 然后呢 这个策展呢 叫做火流 那火流就是 引导你透过线上互动的一个方式 去找到你的人生的兴趣 然后中间呢 就是你自己来策略自己的战 有超过一百项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落地任务 那就是一样是大地游戏啊 有几点啊 有什么之类之类 就是跟刚刚那个Circle Plus 这个就是风唱 一样的事情啊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使用这个 我留这个关键字 我超墙青年 墙壁的墙 的这个关键字 那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青年鼠就已经有非常多 让大家能够找到自我定位 自我了解 找到自我的这个活动 就是说说就是自己关在家里 闭门造句 大概还能找到自我定位了 但是开门造句哦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而蓝图 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自我的定位 有11位朋友们想要问我对于费死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公共车从我们参与平台上面 目前还没有关于就是飞除死刑的联署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去办过关于这个的协作会议 那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协作会议是说 什么 就后驾车的人累贩必须处理变刑 对那这个当然不是死刑 但是这个同样也是法务部 而且是身体刑嘛 死刑应该算是旅行嘛 好anyway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当时有开协作会议 那我们后来就是所谓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呢 就是说不管是就是很喜欢新加坡那一套的朋友 但是他不喜欢新加坡那一套的朋友 都有一个共同价值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喝完酒之后 没有办法去开车 那至于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开车 到底是运用恐吓他的一种手段 还是运用什么别的手段呢 其实这个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探索的 所以大家经过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的讨论 大概四五成绳讨论之后呢 大家聚焦到的一件事情上面就是酒精锁 那酒精锁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拒绝酒策 那这个就是很不幸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要装酒精锁 那装酒精锁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鼓气嘛 鼓气这个酒精含量 就是浓度超高的话呢 你的车子跟车就发不动 那当然你也可以请旁边的人来帮你鼓气啦 不过这样子要发非常多钱 对那所以简单很难讲 就是说因为就算是身体型 严重的身体型 酒家为一死型 随便 那其实一个人酒喝到一个程度 他也忘记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会记得这件事情的 所以当时呢 就是比较可能真的只有物理的方法 而不是心理的方法 才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把 就是我们每一次发生一个社会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想要复仇就是去对他进行相对程度的伤害 或者是想要贬低他的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怒怒的这个能量 变成乐乐的能量 就是共同创造 我们怎么创造一个新的机制 新的做法 然后让未来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那所以这件事情 所谓修复世真一如为而 看这个余恶的距离的话 可能知道我来讲什么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就是 在这种重大的刑案啊 包含可能要判死刑的这种刑案啊 就不会是三位法官决定啊 之后会是三位法官 加上六位国民法官一起决定 那这六位国民法官 首先就是会逼着他三位专业法官说人话 因为他们如果 他们如果不说人话的话 就会被他六个人抗议啊 这个六个人生意比三个人大 对那那但是呢 除了说人话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事情后面的这个结构性的因素 因此呢 找得到就是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定位 以及互相了解 那有互相了解的话 不管是去找到死刑的替代方案 还是他就真的经过充分讨论之后 觉得死刑这样子的身体性 是对这样子的一个特定的脉络 最适合的一个刑法等等 那这个因为我是conservative 我没有什么意见说真的 但是我在意的是说 大家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的共同 互相聚焦讨论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国民法官制度是一个 很好的往这个方向讨论的一个事情了 当然也非常感谢立法院 后来真的把酒精锁入罚了 目前是就是实际在执行中的 到底是会40分钟先过完 还是我的iPad会先没电呢 小朋友 在想这个问题 对或如果有人刚好有这个USB-C的充电器的话 会非常感谢 OK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这个中美冲突啊 对于台湾的影响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目前的这个冲突 主要的是在价值的阶段的这个冲突嘛 它在本来我们的感觉是说 原来只是什么商业上的啊 或者是自然上的啊 或者什么之类之类的 但现在大家都已经发现说 在疫情之后变成了一个价值的冲突 就是说到底是要政府对人民透明呢 还是要人民对政府透明呢 那这两种价值真的不太一样 而且你要硬把它包成一样 也真的不是很容易 那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就像那个捷克的 应该是参议院的议长 来台湾嘛 就引用了那个 Ishpian Belvin的那个典故 就是我是柏林人的这个典故 那想必就是把台湾比作西柏林 那讲的话香港是不是东北林呢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我们确实是 整个世界的地缘关系 对于到底是政府对人民透明 还是人民对政府透明 这样子一个价值的一个聚焦点 目前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配方影响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说本来从香港 就是 五国界记者那个组织嘛 或者是说本来Google跟Facebook 要牵的那条太平洋的海澜嘛 或者是很多的投资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例子 那他们现在就是稍微 后退一点点都到台湾来了 那像那个奥斯洛乌自由论坛嘛 已经连续三次 那就是在台湾去干 那很多就是被PRC赶出来的记者 现在也都在台北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 在以前在可能快要戒严的这个时代 就是如果有就是看过几下拍摄的话 很多是靠香港那边的新闻工作者 来帮我们争取我们这边的政治自由 现在反过来了 对 那所以确实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一方面因为这些新闻记者 现在真的都在台北 其实有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他在台北 就是生活过得比较健康 当然 对 所以这个他哪里都不想去 他就想在台湾 那因为就是台湾是世界上 第二安全的地方 对 除了南极之外 对 但是就是会想要去南极的人不多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这些朋友确实是把世界的这个聚光 目前真的放在台湾上面 那另外就是说 他会清了很多其他的 比较自身的朋友 在脑里对于台湾的一些 既定的影响一些快取 就好像说 就是我刚刚说 很多自身的官员 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 视讯品质很不好 所以他就没有再去视讯了 你没有再去视视讯 就不会知道现在视讯品质多好 我碰到很多非常资深的外国记者 他哪里都还停在 就是说 台湾还在戒严 或者刚戒严 或者是去立法院整天堂家 等等的这些情况 他不知道说立法院出了大家之外 也可以占领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 他们就借这个机会 去补上一些 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最近关于台湾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 就是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在这个区域的价值的这个内容者 那这个是蛮新的一个情况 确实是如此 那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何将资讯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对我来讲 就是把资讯内化成知识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去创造 话比像说 像翻译 就是一种创造 通常我看一本书 大家可能知道 是有点像扫描机 或音音机 或传承机 我小时候的传承机呢 是就是 就是他扫一行 再传一行 所以他进行是很慢的嘛 那现在的传承机 上的先进 就是你一页一页全部扫进去 然后他放在他那个视觉记忆体里面 然后他慢慢的再去通过电话 所以电话就算播不通也没什么关系 你只可以先拿去别的地方 他等播通了 然后再传承出去 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看书也是如此 就是我睡前 就会很快的把一本书翻过去 那翻完之后呢 我脑里也不会就是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很快 如果发出声音的话 那你一分钟只能看下来一次 因为讲话速度就这么快 对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看完这些书之后 我就去睡觉 那我睡满八小时醒来 这个书里面的因素 就大概了解了 那但是我会使用电子书 而不是资本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粗略的了解 就是就是桃源民那种 不求生结的了解 那所以就是我只记得一些关键词 跟他们中间的概念的关系 所以如果没有全文检索的话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背起来那一段话 到底是在讲什么 所以有电子书的话 那就非常简单 因为记得概念之间的架构 所以我只要用全文检索 我就知道说 原来这一段是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在脑里就有一个书中的结构 那这个就是一个翻译工作 就是我在看中文书的话 那我会在脑里组成一个英文的架构 甚至我会随手写一些英文的笔记 反过来讲 我如果在看英文书的话 我在脑里翻成中文的架构 或者随手做一些中文的笔记 那当你做出一个创作的工作 像翻译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知识了 就是因为是透过你的手 自己把它写下来的嘛 那通常呢 如果你是 好像说听一个英文的演讲 然后你通知它英文的竹子稿 或者是英文的笔记 那这个很容易就是 真的是左而进右手出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在脑里面有什么长期的记忆 但是因为经过一个有意识的处理 就是转意的这个处理 那这样就很容易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当然因为我这个书非常困难的话 那我就要加班 就是要睡到九个小时 那像我看天能 看天能的时候 南天晚上 就是我就睡了十个小时 因为天能真的很困难 那但是睡了十小时之后醒来 天能我就完全懂了 这个剧情非常的简单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东西 来整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有些人可能问说 可不可以说说看 看完天能的这个感想 我看天能的时候 天能有一个好处 之后不管怎么讲都不会爆雷 因为它是一个体验 而不是一个剧情 相信如果有看过 你可能知道我会讲什么 他在后面有一段是讲说 tieing up the loose ends 就是说去把这个 好像没有说完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的 有点好像没有处理完的伏笔 他必须要就是自己回去 然后把它全部都处理完 那所以那句话 就是我睡醒的时候 文豪里就有一个清单 就是这个主角 他接下来到底要处理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就是如果他不处理的话 他是就是没有办法解释 这整件事情的 好比像说举例来讲 就是那辆翻覆的 后来爆炸的 对不起在之前爆炸的 那个车子 他要想办法用直升机 还是什么脱掉 赶快把他从路面上面移走 那或者是说 那个玻璃上面的蛋盆 总不可能是仓库 一开始盖的时候就在那边吧 所以他还得回去 去把那个玻璃 换成一个顺形的玻璃 那他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在那边开始 列出这种清单 就是说他如果不逆行回去 处理掉这些的话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就是 close time like up 那所以我是觉得 蛮有意思的 就在我脑里 列完这个清单的时候 那这个电影的剧情 也就在我脑里是发生意义了 所以我是觉得 拍得很不错 蛮有意思的 很好玩了一部电影 有这个十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在看到问题的当下 就想到调理清晰的一个答案 其实我就想到什么 就想到什么 所以我是一面想一面讲 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我要先下完一整段 然后再输出 这个话冲去 可能只有从一个逗号 到一个逗号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因为养成一个 边讲边想的习惯 所以我其实在脑里 并不会censor自己 就是说 我不会觉得说 我要讲出一句话之前 我要先在脑里先想这句话 然后画几个删除线之后 再把画完删除线 或者稍微转移过的东西改出来 就像大家的slip的问题写什么 我就念什么一样 我不会去特别去sensor 大家所讲的这个话 在脑里只要不要对自己有这个sensor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调理是很清晰的 因为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 本来就是先想大前提 像小前提 补充什么之类之类 这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有在自己想要 深深自己讲出来的话的时候 才会在外面看起来 觉得好像你必须要经过一段沉淀 经过一段思考的这个时间 所以确实是可以练习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这件事情 这个对于一个饶舌歌手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battle的时候 如果还要停下来想的话 这个battle就能直接输掉了 有一个追问 有追问是最棒的 朋友问说 这样会不会讲话容易伤人 有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看你的起心动念 因为对我来讲 我来这边是跟大家学习 大家按赞就好像一个游标 这个游标 移到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面 因为是抱持这种 互相学习这种心情 所以绝对是对事不对人 每一个人对我来讲 都是透过这些朋友 认识一些 我没有办法从你的角度 看世界的这个角度 这样一个方法 保持这个对事不对人的态度 当然就不会伤人 但是可能会伤事 但是伤事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些事物 肯定是不会感觉痛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去批评一件事情 但是不会去批评 带来这件事情的那个人 而且尤其slido的这个好处 因为大家都是匿名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打脸 你只能打书 就是脸书的那个两个部分 里面只剩书的那个部分 没有脸的部分 所以如果不是匿名的话 那当然说 可以有些name calling 什么之类的 但是因为 正是因为是匿名的关系 所以就是专门处理这件事情 事情跟事情 之间的结果关系 而不会去伤害到人 不会有对人不对事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剩下3%的时候 也找到了USPC的充电器 到底有没有在充电呢 事实上是没有的 好 有 好 它上面写未充电 那但是它虽然写未充电 但是意思也是未好点的意思 希望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不福不乐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过完 剩下的30分钟 不然我们就要变成 就是举手法文了 有十万朋友们问说 当今的执政的政府 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以及台湾目前 最需要改变的事情 我认为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作为一个conservative anarchist 我的目的是说 政府能够做的事情 有一天公民社会 都要可以去做 以至于到 这个没有政府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不是只是没有政府 而是没有任何就是 以威胁或者下命令的方式 来组织的组织形态 那我也了解到说 我有生之年都还看不到 那没有关系 就每一单元做一单元的事情 对那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信任这个社会 去信任人民 因为这是有点像 笔马朗的效应 就是说一个政府 当它越信任人民 跟人民越讲 以前以来的时候 人民就会越值得信任 真的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创意来 但是一个政府如果不相信人民 然后说你行我来 那这样子的时候 那当然跟人民的距离 不明就越来越远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价值冲突 就是当人民对政府透明 所谓监控式国家主义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说你行我来 你行我来做什么 让你别人不行 那所以这个公民社会 在PLC那边是七个不能够讲的事情之一 那这个是像福利盟一样 就是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对他们的正当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公民社会竟然可以 引行你来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我觉得是 目前执政的这个政府 我们说最会沟通的政府 这个是一个理想 那但是在这个中间 需要先成为最愿意沟通的这个政府 那当然花了四年确实是有一些改进 那开完政府联络人 等等这些方式 尤其是就是像总差 每天开职质会 1922 机关家 等等这些方式 确实是让人觉得说 这个沟通的方式 真的是有往你行你来的这个方向 在进行 那我们做的当然不完美 事实上因为我们才刚开始 所以就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话 继续往这个方向 我觉得就对了 那另外就是说 最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去让还没有投票权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公民跟国民的区分 这个大家可能了解 就是或者国民跟居民的这个区分 那我觉得这个区分是 我自己觉得现在很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 不敢说是最需要 但是很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就是说 好像你不到20岁 那你的意见就不重要 那为什么因为 明代不会算你的票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在 观众正确网路参与平台上面 最好的最优秀的最有创意的一些意见 大概都是可能16岁15岁等等 这些朋友提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脑里没有一个社会应该怎么要运作 的这样子一个就是旧系统 他就是觉得说社会为什么不这样子的运作 然后他就可以很容易地串联出 很多人寻着一个主题标签 或者甚至形象图片 好比像说一只海龟跟一个吸管的图片 然后一瞬间就可以有5000多个人来联署说我们要逐步禁用掉塑胶习惯 那这个当然现在也是政策了 那就是一次性就是免疫餐具的逐步禁用 那这个虽然在疫情的时候有稍微解禁过一阵子 才现在又回来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16岁当时还是高中一年期叫王轩如的一位朋友 那这位朋友我们真的跟他面对 我们本来以为他是什么换团大佬 那是迎接面王16岁 那为什么他一下子可以救急5000人 然后因为他有一个网络社群叫不速之客速叫了速 那这个网络社群这样支持他 所以他变成这个网络社群的一个代言人 那我们一来说 那你为什么要提这样子一个提案呢 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动机呢等等 他说这是他的公民作业 他的这个老师 公民老师高中一年期 他的随堂作业 说请各位同学回家 去找一个网络上的梗 到我们公共测试网路餐饮片 去提点出来 那所以他就真的找到了一个梗 真的提了点的书 然后真的跟面前去参聚夜市面对面开会 然后真的讨论出来说 用一个比较不坦的 或者是比较容易生物的分界的 等等那种方式 或甚至把它设计出来到 不需要吸管等等 所以这是真的很棒 就是说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公民参与嘛 他虽然里有投票权 还有四年的时间 但是他就因为这样子觉得说 那我是一个公民 就是我是参与公民 这次制定的一个人 那同样的像在桃圆有举办的 就是移工的参与是预算嘛 让移工来一起制定 关于移工的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 台北车站的大厅的 那个共同创作的session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让我们发现说 即使不是国民 他目前是居民 那但是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ll tell us 只是关于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的参与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甚至到还小还小的小孩 可能四五岁的小孩 现在也有那个什么 还我特色公园联盟嘛 对不对 就是这些小孩的 就是倡议者 就是他们的家长 那自己去除外 那我们要一个共荣室的一个游乐园 玩的权利 不能够被剥夺啊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棒 所以就是在台湾 我觉得我们就是居民也好 国民也好 慢慢慢慢都变成公民 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需要 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改变 有谁要的朋友们问说 至今啊 我最喜欢的电影啊 是哪一部啊 嗯 我觉得 Arrival 是不是 我应该是蛮喜欢的电影 可是这是有点爱无极 因为我是很喜欢原著小说 就是Story of Your Life 就是台江江峰南的科幻小说 那当然 因为他们拍成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个疑心如镜 台湾 翻译心如镜 就是有一大堆用那个表情符号的外星人 然后到了这个 那个不是表情符号的 随便啊 就是台湾心人到了地球上面 那也有一点点好像是一件旅行的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我很喜欢那部电影 其他这样的一个小说 就是因为 在我的心里 其实看世界本来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它好像是就是从 我理解世界的这个角度 去把就是人类的文明啊 他的前后的因果关系等等 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 而是一个整体的 那我觉得这是给人一个overgree fact 就好像一个人 他如果戴上比较 然后到了国际太空站 然后看着地球 其实你看不到魔剑 也看不到什么人造建筑物 那你就会觉得 好地球是一个整体 很脆弱很小 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还真的只有一个地球 其实在眼前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部分真的上太空 看过这个景象 再回来的人 都会变成比较好的人 这是真正的有科学研究的作证的 那所以现在当然因为有VR 每个人都可以每次去太空看一下 那所以我是觉得像 《疑心远不轻》 以及《太将》的很多小说 我最近才把 它那个Exalation 就是新的那个小说 已经看完 我觉得都是很能够 让人从这样子一个 比较抽离的 因为我们在地面上 雾面还是会被这个 云朵啊什么 所遮蔽嘛 没有办法一次看到整个地球 那用这个比较overview的方法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角度 有些朋友们问说这个 人民币的数位化 已经跑在世界前头 当然他们要让人民对政府透明吗 这是他们的手段 那有关于新台币数位化的未来啊 是怎么样 当然就说人民币的数位化 其实是没有给人选择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数位化 虽然是他们说是用区块链 但是跟比特币不一样的是说 比特币至少还有三大矿池嘛 这三大矿池就是各自控制一部分的算力 那但是 区块链化的人民币作庄的 可能就是只有就是中国共产党 那 或者是他们的就是 政府 其实是两个差不多的东西 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或者是就是大的这些 就是国际民退之后 有很多党支部跟党 董事的一些私营的一些企业 不过这个跟就是 另外两个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所以所以看起来有三个两位 其实是同一个 一个半公司三个牌子 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对我们来讲 我们并不是期望透过数位的支付 或者数位的货币来控制大家 我们在 好像说数位三倍券的设计里面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来确保联合信用卡中心 不知道你消费的戏目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你 除了你消费那家店家 就是符不符合我们出门消费的原则之外 我们什么别的都不知道 我们花了非常多力气来做这个 所有的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增进隐私的技术 那但是如果是PRC做的话 他们完全不太管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他的这个数位化不是我们要 成为一个KPI 因为我们对于透过支付来控制社会 没有兴趣 那他们没有兴趣 那我们是真正会变得比较方便的时候 我们想办法让他在保护一次的情况下 变得比较方便 所以像我自己就是用手机支付 还是今年才有的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上面的这个不够配 终于可以去做到说 我既不需要用指纹 也不需要用其他的生物感应 我只要把手机放上去 他就自动就就就就付钱了 他少一个往上滑 或者是做什么别的 放QR码什么的动作 因为在此之前 那我当然就是可以直接用 就是电子票证 就是Yoyo卡 Yoyo卡他可能只要1秒 那我本来如果还要QR码 或者是用指纹 或者什么这么少烦躁 的话呢 我可能要2秒 所以我一定是选比较方便的这个 那对很多朋友来讲 当然现金也很方便 因为就是ATM嘛 是很容易取得 因为到处都会像电1万2千价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硬要 像PRC那样推的话 那这个可能大家有听过 一个讲法 就是说我们只要禁止便利商店 设置替换机 然后宣布一年之内不抓假钞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吃味后皮瞬间就达标了 可能到这7%以上 对那但是 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是破坏掉大家的生活习惯 然后只是为了这个可能监控人民 那这真的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做 对那所以这个未来就是透过像金融商 等等的方式去鼓励民间的创新 真的找到一些比较方便的做法 好比像说现在好像有一个什么感应式NFC的指环 就是戒指可以用来支付 这个就不错 还蛮好的 那但是那本来呢 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NFC票证的感应是卡片作为单位嘛 所以他是说好像NFC到是说好像要什么3公分 1.5公分到3公分之内的作为感应距离 但如果你试过就是戴一个戒指 然后在那个post 机上面凑到1.5公分 然后就会知道什么会扭到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透过就是就是沙盒的这样子一种就是实验性 然后发现说 那其实在这个home factor 里面这样做其实没有道理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说真的我们可以relax这个距离 就是你稍微远一点我公分也好或者10公分也好 那如果你是这个home factor的话 你也可以进行支付等等 也就是说每一个新的创意 第一个它符合社会的常规 然后第二个它要保护大家的隐私 所以Value Alignment Accountability 这两件事情就是价值的对齐 然后一起给得出交代 这个是我们持守的这个价值 这两个价值就要符合 那让大家越来越方便 这个非常好 非常欢迎大家在金融商会里面去挑战我们母亲的金融建立 那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大家的原因 去所谓的跑在世界的前头 我们实际上是在反方向跑的 怎么会越跑越远 那有十二位朋友们问说 现在这个时事是不是适合创业 以及千万创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想任何时事都适合创业 你知道心里有创业的念头 就适合创业 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这个创业你到底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样子的社会问题 那在以前呢 就是大英百科全数的那个年代 就是有web and web 2.0以前 都是你要先就是累积好很多知识 然后先确定编辑啊 矫正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之后再发行嘛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流程 但是有了维基百科之后呢 就发现说不是是你先发行 然后再来编辑 维基的这个发明 Wall Cunningham 有一个叫做Cunningham定律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知识 正确的知识收集起来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刨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然后所有的人都会想要纠正你 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些人的纠正 收集起来就是正确的答案了 所以这个就是维基百科的原理哦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在有群众募资以前 就是你要先做得出产品 那或者设计出一个服务流程 然后才上这个市场 接受市场的考验嘛 然后呢才能够赚到钱嘛 那在有了群众募资之后你是先赚钱嘛 然后才去做产品 所以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刚刚讲的 Cropriation 共同创作这些平台 所以当你创业的时候 只要你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社会 经济或环境问题 也就是有客户当然去大成目标的话 那么你开始一个群众 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的群众失败 那不是你的失败啊 是表示你挑了这个群众的切入角度 目前这个社会并不是很需要嘛 如果你的群众大成功 这个募到了40倍的钱 这个时候你才是开始爆干的那个开始 表示说这个社会期待超出你的想象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每一次的群众失败 大概都是让你周转 对一次机会 在以前创业就是传统的创业模式 每次周转可能就要这个倾家当家 那但是呢 现在呢 因为有类似群众或者甚至群众外包 等等这些做法 定期定额的群众外包 甚至股权式的群众募资等等 这些新的这些方法的出现 所以其实你每次周转都不需要什么的 不太需要群众除了花十年之外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最需要的条件 就是你能够放得下自己的面子 然后跟所有参加你的群众也好 你的第一批客户也好等等也好 去说你心意爱 这样子的这个能力 去把你的所谓的顾客 变成你的共同创造者 合伙人等等 你不一定要去成立一个合作社 但是你要有合作精神 那这个合作精神就是我觉得 创业最需要的一个条件 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我对我自己老年的生活 有什么样子的想象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我2014年就已经退休了 那我现在是投身公民 所以做兴趣的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我老年生活 跟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我的预测大概就是说 我如果某个器官如果坏掉的话 那很快就可以3D练义一个 还是干细胞涨一个 还是什么之类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方法嘛 对 所以就说 大概我也并不是要就是 就是装电子烟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不是为了去换器官 还换器官 而是说就是我可以慢慢慢慢的 就是就是有什么地方衰退 或者什么地方 觉得可以就是再补上等等 那我就很期待说 就是从就是保持健康的这一个 好比像说我现在还真的走路上下班 然后真的会去用风插这个APP 就是维持自己的这个良好生活习惯 然后跟就是未来的医学科技 能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方法 那当然就是未来说不定还可以做到 就是直接就是不知道来长一阵的身体 然后把脑子换过去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反正就是说 维持这样子一个缺什么补什么的这个情况吧 那就是实时保持这个开放的一个 这个心灵然后跟社会的参与 大概是我对老年生活的一个想象 就是一个所谓的无灵嘛 就是没有特别年龄跟年龄之间的 这个差距的一个想象 有13个朋友们想要问说如何自学教育在我小的孩子 可以不被江户的教育所拖住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要参与你的学校的科技发展论会 如果你是新科纲也就是小一或者接下来小二的话 那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在想尽办法 就是对里面的那个什么自主学期的那个实术啊 找得到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啊 有人就跑去读木舟环道 这个可能有人知道 那或者是说就是它的加深加广嘛 校本的一个课程嘛 那现在有些学校是以学哲学作为它的特色 有些学校是以电竞作为它的特色啊 这些都非常好 那所以就是多参与课盘会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不幸就是所在的那个所国校 就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课盘会的那个弹性 或者是说你并不是在新科纲里面去活动的话 那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考虑实验教育 那就像我之前去大学演讲的时候 有人问说对于高中毕业生要选填大学的志愿的时候 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念大学 不是一样的 就是你18岁了 就算18岁没有成年的人 你可以告诉你爸妈说 唐宏说的 18岁不要去念大学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他会问这个问题 后面有一个脉络 就是他其实不太知道他在大学想要学什么 或他想要带着什么问题去 那这个意思就是他去大学大概就是浪费他的时间 只是换了一张文凭而已 那但是呢如果他就出社会 不管是当志工也好 创业也好 或者是就是去建议也好 或者是他有一技之强 就能够去帮助他的社群也好 这些都非常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学对他的利益 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开始彰显出来 那这个在国小是更容易的 因为社会对于国小的小孩的期待 大概就是玩的开心吧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你如果考虑 不管是团体的机构的 个人的这个实验教育 多去认识实验教育的朋友 就算你最后还是留在关心 就是体制教育里面 你也多了非常多的伙伴 可以介绍给你学校的课发会说 我们先来的社团啊 或者以前本来第八节课的 现在新课不是要变成这个 自主这个校本的实数吗 加深加广吗 那你可以多跟这个社区大学也好 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也好 或者是其他关心的这个团体啊 等等 这些朋友们都可以进入教学的现场 至少一起玩个作用吧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都非常好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要多进入这个课程的一层设定 那就算是国小的小孩 他自己也知道他什么东西感兴趣 什么东西他在创作的时候被眼睛发亮 那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最重要就是不要去扼杀了他的这个兴趣 是让这个兴趣去导应你 然后你再去导应你旁边的这个学习的资源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被江湖的教育所托住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有九位朋友们想问说 若想要踏入资讯的数位化 应该要从哪边学起 基础是什么 非常好一个问题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生活里面 去检视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每一次做的时候 都觉得不断的重复 好像是自己是工具人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叫做植物流程再设计 就是去看这个植物流程 然后去看到里面有哪些部分 它比较适合机器人来做 那这个是可以练的 那就是你保持一个觉察 那或者是说你自己做一个live vlog 就在旁边测拍 然后去看就是我们做 user experience study 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情绪 在执行一个工作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掉到一个 觉得真的是非常无聊 非常wrong 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是资讯科技 可以介入的这个时候 那好比像说 像我唱上去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叫做芬兰的朋友 叫Linda Lucas 那Lucas他比较有名 是创办一个叫Rails Girls 的这样子一个世界性的 就是大家女生一起来学Rails 这个城市语言的一个教程 那他就是之前有来过台湾 有非常多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时他就是教女生 一些城市的一个课堂 那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那他们就是在那边去做 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 哪些部分会觉得自己 在做很容易的 好像机器人一样的心情 那他就说 因为他的小孩有这个分离教育 那所以虽然年纪也不是 非常非常小 其实已经忍忍得子了 那但是呢 就是他每一次只要离开 这个一点点时间 那就很容易苦 那所以他其实很难保持 好就算是去旁边的超级市场 买个东西 他都必须要就是用什么蓝牙耳机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去跟他小孩保持联络 那不然的话他在小孩 任何其他蓝牙灰都没有用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 他就是非常的困扰 非常弱的一件事 每天每天都会发生 那所以呢 后来他们就一起去想说 这个是一个痛点吗 所以要怎么解决呢 他们就是去运用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 LED的一个显示幕 其实就是我现在看到那个 正在告诉我是 16.51的那个LED的显示幕 然后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 Arduino的一个板子 然后去连到他的那个击捕器 因为他有带那个运动手环 那所以呢 好比像超级市场 正在离家里大概 可能350的这个距离 那所以呢 他就可以看到 那个小孩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妈妈离家里 这个从01234 什么什么之类到300 到了300之后 当这个数字倒数到0的时候 那门就会打开啊 慢慢就会回家 那所以这个真的很有用 那小孩就没有分离焦虑了 所以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如果只是单单要解决 这一件事情 你要学习的城市语言 因为就好像你天空中 跳一个方向嘛 这个星座有别的星星 都不是重点嘛 你只要学这一点点东西 这三颗星星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加在一起 其实大概一个礼拜 最多两个礼拜 你一定可以学会 而且你有非常强的动机 对那学会之后呢 你就变成你的社群里面的英雄 其他人都很想要 学这一套东西 因为并不是只有你碰到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共同学习的文化 会出现 所以最简单的技术 就是去找自己工作里面 任何种的事情 如果你是要重复 填一个表单 如果你是要 不知道早期抢电影票 还是什么之类的啊 之类的这些事情 那其实现在都有很多 你甚至不需要写任何一样的程式 有一个叫做Sikuli 也是一个 就是台湾朋友的一个软体啊 它是把你的荧幕录影录下来之后 教那个机器学习 去识别荧幕上 上什么样子的按钮 然后之后它就会学你的那个动作 去按这些按钮 那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录给机器看之后 那个机器以后就会帮你去 做这个抢票的动作啊 那不过就是如果是那个车票的话 这个是犯法的啊 还是地形象的 对啊 对 那但是说比较弱的这件事情 大概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到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 最重要的就是去看自己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结构进来简单 输出简单 在做的时候只有它的就是速度的差别 这些就非常适合 交给机器来做 也是学程式设计 最好的一些方法 而且它就帮你省了时间 你每天只要省省一点时间 你又多一点能够创造的这些精神呢 有些人们想要知道 在理性的逻辑训练之下 如果转换心情以及方式啊 跟人沟通 有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就是 就是 积极聆听 Active Listening 就是 可能是最简单的练习 就是 你随便挑一个人 然后呢 当然可能从家人开始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你就是先约好 就是说 你听他讲话 讲五分钟 这五分钟中间 你只能点头 微笑 用一些手势 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但是呢 你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 对 那 你更严格一点 你笔记头不能够做 你就是要全神贯注的 听他讲五分钟的话 这个其实很难 对 然后 那就是不要去打断他 那你如果不打断他 那过了五分钟之后呢 好 那换你讲 那你讲的时候呢 你就是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你刚刚听到了什么 那你复述一遍 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刚刚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有什么相应的感觉 这个你也可以试试的分享 大概花一两分钟 确认他的想法 这个时候他也不可以打断 你就算你误会他的意思 那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是分享 你有什么感受的呢 然后好不容易过五分钟 然后这个时候 又换他 然后他就可以去说 你刚刚那个感受 虽然我可以同意 但我其实本来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之类之类 那但是因为中间你们 不会互相打断 所以大家就是慢慢会进入一个 叫做Fusion of Horizon 这个事与融合的这个情况 刚刚好这个时候没有电脑 对 事与融合这个情况 那事与融合的情况 其实就是说 大家不会被什么呢 不会被自己脑里面冒起来 好像一定要打断 对方的那些杂念所干扰 大家在脑里面 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以容纳 跟你的立场 不同的立场 而这个立场呢 好像也可以教你一些事情 你也可以至少愿意听他讲 你花至少五分钟的这个注意力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理性的训练还是存在的 不是说这五分钟 人家笑就笑 人家哭就哭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这个理性是被旋制的 就是说在 就现象学的讲法里面 就是你这个phenomenon 是你专注的这件事情 然后你把这些理性啊 看到什么 放到一个括号里面 那这个括号呢 你就把它想象在你脑里有 很大的括号 你所有理性的这些东西 都往里面填入 但是那括号的意思就是不翻译 你不需要把它念出来 那你这五分钟 你练习这个悬浮的注意力 放入括号里面之后 你的理性才发挥功能 那发挥功能的话 对对方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时候 你是已经比较组织 比较沉淀 比较 不会像很多人用话言 我只看到即时通讯 它是想一句 然后渐入一句 那又不像我是因为 就是豆号跟豆号之间 换气的间隔很短嘛 在LINE上面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说 我讲了一句话 再过一阵子再讲两句话 你就一直在看中间那个输入中 也不知道说 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哪里 所以就是 对我来讲 其实我一天就看两次LINE 就是醒来 跟着睡前 但是E-mail的话 我每半个小时都看 也就是说 把E-mail当LINE用 而把LINE当做E-mail用 那这个就是去确保说 我在处理的是 一整段已经比较完成的 一个思绪 而不是说 在对方思绪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就好像觉得非打断不可 一定要贴一个贴图 不然对方会觉得我一度不会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进入 刚刚讲的Future 就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跟你看世界的方式 可以稍微比较融合在一起 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回应 好 那因为我们也刚好没电了 现在有五十七分了 今天视频就讲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谢谢